实验十点陪你读书 这里是十点读书 我是主播亚南 今天来和你分享的文章是 轻度抑郁症的人 多半会说这三句口头禅 希望你一句都没有 如今的生活节奏忙碌而飞快 再回不到歌曲 从前慢所唱的那种状态 人们不得不把身心 卖给工作和压力 情绪上积压着 内心越来越沉闷 往往就导致一种轻度抑郁状态 如果不及时察觉 并排解掉负面情绪 症状就会容易不断加重 有的甚至走向刺杀的道路 那些轻度抑郁症状的人 往往会把这三句口头禅 刮嘴边 如果你经常说 就要有所警惕了 及时采取行动来调整自己的心境 第一句 我真的很没用 一位抑郁症患者 曾这样记录下 整日萦绕在脑海里的想法 我比较笨 老是做错事给领导骂 赚的钱不多 找不到对象 快三十了 还是一事无成 肯父母老 好失败 抑郁症早期症状之一 是否定自我 厌恶自我 总觉得自己很失败 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如一位心理学家说的那样 如果一个人 经常以消极的眼光看待自己 这是非常危险的 他会毁了你自己 我一个朋友小文 大专辩后从公司前台做起 尽心竭力干了五年 当上了部门主管 当上没多久 公司业绩 陡然剧烈下滑 不得不大块大块的裁员 他也无法幸免 他不得不重找工作 一连面试了几十家公司 居然都没通过 对方不是嫌他已婚未遇 就是开的薪资太低 小文备受打击 焦虑缠身 开始了自我怀疑 他把自己关在家里 谁也不见 哪也不去 整日发呆 偶尔还会落泪 有时候憋得受不了 他就在网上写文章 记录宣泄自己的情绪 意想不到的是 一个月之后 有网友留言说 你的文字 让我长了很多见识 一句话 给了他极大的鼓舞 三个月后 一家杂志社找到他 问他是否愿意供稿 自那以后 他的生活有了出路 如今他靠写作 养活自己 遭受重大打击的人 往往只看到自己的缺点 就陷入到 自我否定的死胡同里 无法自拔 微习惯 一书中建议 最好的方法就是 培养 微小而良好的习惯 容易做成的同时 要主动肯定自己的 每一次进步 给予自己一定奖励 一点点改变自己的生活 生活中 大多数痛苦 其实都是自己 跟自己较劲 有些会 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放过自己 不要在反复 自责中崩溃 在忧思中 郁郁寡欢 第二句 生活好没意思 当一个人明显 缺乏活力 容易疲劳 对很多东西都不感兴趣 对很多事情 持消极态度 觉得生活没意思 对未来也不抱希望 那很可能是 轻度抑郁的前兆 很多时候 工作不顺 感情受挫 只是心情不好 不一定会导致抑郁症 但如果情绪低落 且持续较长时间 影响到了正常生活 那就要警惕起来 并及时采取行动 电影《托斯卡纳》 艳阳下令 女主弗朗西斯 在35岁时 遭遇丈夫出轨 丈夫毫不留情地对她说 我从未爱过你 女主一时间无法接受 情绪逐渐崩溃 失去对生活的期盼 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闺蜜看到她这种状态 立刻给她盯了一张 去意大利的机票 带着一身的疲惫和痛苦 她坐上了飞机 在风景如画的托斯卡纳 弗朗西斯对生活 又重新燃起了热情和希望 内心的伤痕 也慢慢愈合 当你觉得心情长期不好 生活暗淡无光 那就换个地方走走吧 听不同类型的音乐 换种心情 到别的地方旅行 释放自己 找朋友聊天 谈天说地 排遣寄聊 即使在低潮时期 也不放弃自己 即使生活很苦 也要苦中作乐 努力寻找一种方向 让自己快乐起来 请相信 日月星辰陪伴着我们 树木花朵都在眼前 爱你的人 也在关心着你的存在 第三句 没有食欲 不想吃饭 轻度抑郁的人 还往往表现为 失眠 异醒 食欲下降 甚至体重下降 尤其食欲下降 突然间对所有美食 都失去了兴趣 再饿也不想吃饭 没有胃口 或者吃几口就饱了 这些表现都不容忽视 一旦严重就会危及性命 一个建议是运动 运动能有效促进血循环 身体新陈代谢 就像是进行一次 身体和精神的释放 运动完 顿觉 身心疗愈 食欲大增 身体焕发活力 给人带来对生活的希望和热爱 小区的和解 也因工作压力过大 一度萎靡不振 后来他决定下班以后 换上运动装 就到小区的运动场跑一跑 他说 流着汗 吹着风 工作的压力 和心里的压抑沮丧 都随着汗水的蒸发 一点点消散 跑完之后 食欲大增 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第二天又充满了 和生活战斗的力量 达芬奇说过 运动是一切生命的源泉 生活虽难 运动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当你专注于运动健身 心绪远离繁杂与喧嚣 静静感受身体一点点变好 心情也会一点点愉悦起来 人生的浪潮 忽高忽低 当陷入低潮时 要及时调整 不要让负面情绪持续过长 要学会拥抱受伤的自己 学会哄自己开心 再忙 再累 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照顾好自己的心情 还认同一句话 越人者众 越己者亡 人生苦短 不要信仰社会上 功利的评判标准 无论拥有了什么 又失去过什么 最成功的事 就是让自己幸福起来 做个快乐的自己 人只要健康地活着 真诚地爱着 就是最大的富有 感谢观看